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中兴社中国新闻网桥网共同打造的桥商道 现在我们是在中国子滩博物馆的门口 我们有一位神秘嘉宾将会带我们先简单的浏览一下这个博物馆 那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博物馆 跟着桥商道走进陈丽华女士 你好 我是中兴社的记者李翔 李翔 欢迎你 欢迎你 接受我们桥商道的采访 然后我们今天跟您还有程老师一起了解一下 当您一进门看到这个场景 你们似乎很眼熟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大屏风 宝座 龙树岸 包括底下的底座 跟前庭宫都是一比一的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永定门 什么样的木头能像城墙砖的颜色一样 我们找啊找啊最后终于找到了阴沉木 你一摸就知道了一块砖一块砖马上去的 就像盖一个城门楼子一样 这是建筑的 这个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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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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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陈董事长 我给您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我们的主持人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主持人 小李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主持人 今天辛苦了 老师兄 我多认为我 谢谢老师 嗯 嗯 嗯 因为我是正黄旗 因为我是正黄旗 在过去使的都是紫檀的家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呢 我就把这个 埋着大柜 给挖出来了 这个柜 这是祖族留下的 胶都开了 正好我们门口有一个 修理桌椅板 当和尚你能帮我和吗 结果真给传出来了 做出来以后 我就把它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我就到处去买紫檀 而印度那家是真是有紫檀 用人民币买 它就不卖 后来我就从香港取了美金 买了这个紫檀 最好的小叶紫檀 金星紫檀 那时候也是不少钱的 几十万 到上百万 那我就想 紫檀买的挺多的 我想留点纪念吧 因为小的时候 我也上过城门 东正门上 我万下一看 又特别好看 那时候我就想 哎呀对 我说做城门吧 把这个故宫子请来以后 故宫说 你别做这个 这个钱就太多了 你要做这个顶 盖一个城门钱还多 确实是 几十亿 因为我们盖这个 就是说 让它百年不能坏 而且呢 上去一百个人彩 没事 十年时间 那我还是小叠图纸 买照片 买报纸 那个小叠啊 顶绣花还难 放大再放 放到十比一了 这才可以 把这个交给国家 交给人民来管理 这就是我一生想的 我没想到 我卖了这个 我到现在做了四十六年 没卖过一件 儿子 儿子儿媳妇 还有我的女儿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练个闺女 儿子啊 叫赵勇 他就说 妈妈想做什么 我都不管 我跟我儿子女儿 从来不抱自己妈妈累 就我这个 这个女人 我吃的苦太多了 这个腿 跪着小腿都破了 我就回来 儿子也回来 妈你这么晚回来 你累不累 我不累呀 挺好的 我都没什么事 家庭吃饭嘛 我们是三代人 一桌子饭 真正爱着奶奶吃饭 三岁还是挺小 他这吃饭还够不着菜呢 奶奶就拿公筷 拿公筷公叉公叉 每个人都是这样 叫个饭腿 我就把这饭腿 再做个监狱就吃了 他就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以后 再也没有一次 这个碗有饭腿的 我父辈都这样 他们的家教特别严 正好邓大姐 就是陈丽华回来了 就说来看看吧 大姐就说 哎呀丽华 你现在在香港呢 搂着就说还是回来 你是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说好 回来我就跟到香港 我就跟孩子商量 好了就说 妈说回去就回去 我喜欢说我是个能人 我能干的人 我成这样的人 我也不敢承认 一个人就是 只要能吃饭 能走动 能有记性 我就不能虚度一分钟 你看我的 这个子残 门都做出来了 我现在就学画画 成性 一定要有信用 比如我一个人的东西 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念念不忘 我没有信用 我没有人了 我就更没有才了 现在呢 我很想呢 早日的把这个老成门园 盖出来 交给人民 交给国家 这是我一生中的心愿 一种的心愿 将来我再走了 我都不后悔 我认为给国家 给人民留下了亏宝 留给后人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 留下的宝贝 用这个子残 小业子残做 一千年也坏不了 我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得 对得起我的老前辈 对我的要求 也对得起 邓大姐叫我回来 我这张画 我就送给各个国家 给我们的华侨华人 我们各个国家 都万事大吉 事无如意